如果你中了1.56亿美金 你会怎么办 男人在购物小票中了1.56亿美元奖金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狗屎愿 于是赶紧让老板核对彩票 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他表现得异常兴奋 老板也会因此获得5%的服务费 就在两人正开心的庆祝之时 完全没注意到别人羡慕的眼光 想想自己苦逼的生活 一个顾客开始用胶带缠住脑袋 老板也发现了他的异常 于是开始出言制止 但是下一秒 魏一男就掏枪走向二人 逼迫白人交出自己的中奖彩票 要知道这可是一笔不合的奖金 可以使任何人半辈子一束一束 就在两人僵持之际 商店的卫生间里传出动静 原来是一个路过的警察 他很明显听到了外面的争吵 于是他准备伸张正义 此时的白人已经放弃了抵抗 毕竟钱不能买灭 于是他把彩票交给了劫匪 危机马上就会解除 可就在这时 警察突然介入了完全不顾人质的死 直接对劫匪展开了攻击 劫匪都拟马蒙逼了 他竟然一枪打死了人质 警察可能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枪法竟然如此深用 二人的大脑都陷入 最后二人展开激烈的枪 最后居然是警察凶人中枪 这可惊呆了店里的其他顾客 老板想要拿枪偷袭 但是却被劫匪发现 劫匪夺走手枪之后 就让老板带他去删除监控 并且让老板关门关灯 紧接着就是收走店里所有人的手机 最后命令他们把尸体抬到后面 老板试图和劫匪沟通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九月的孕妇 劫匪的目的也只是钱而已 没必要杀掉所有人 劫匪并不想和他过多废话 只想让他赶紧删除监控 老板继续说道 如果兑换彩票的时候 发现店里出现这么多尸体 奖金肯定也会出现问题 劫匪终于开始冷静 他给众人一一松麻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他本来也是一个苦力 平时在路上卖别人要维持生事 今天却被几个年轻人偷袭 甚至还抢走了他所有的东西 他本可以开枪阻止了切 但是看对方还只是打 他也就没有破本关系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外 他提议四人编译的故事 比如一个黑人抢劫了商店 警察挺身而出 最后以身训职的故事 等顺利地拿到奖金之后 自己会给他们一点奖励 老板考虑良久也忠于妥协 劫匪承诺事成之后 会给他四百万美元 可是一旁的夫妻还有点犹豫 总觉得良心上过意不缺 劫匪对此嗤之以鼻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好人 但是没有钱的话 医生也不会给他看病 人好能用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英年早逝 随后转头询问二人 难道就不会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考虑 小黑虽然工作体面 但是工资也只是杯水车薪 听着劫匪的言论 他陷入了沉思 劫匪也没想到 小黑竟然这么贪心 最后表示自己只愿意 拿出六百万美元 可是黑妹依旧不想这么做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二人也忠于妥协 可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敲门 是老板的姐夫过来串门 劫匪让他想办法赶紧支走 可是还没有打发走姐夫 对面楼里的保安过来买烟 老板赶紧拿烟塞给他 想要尽快应付走二人 不想保安踩到了脚下的蛋壳 而蛋壳滚去的方向正是监控室 这可吓坏了劫匪 看到只是掉落了一个酸奶之后 保安这才放下了疑心 就在保安出门的时候 问起了路边的豪车 老板赶紧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他赶紧返回监控室告诉众人 白人的豪车还要想办法处理 就在几人想办法的时候 黑妹竟然语出惊人 他认为刚才的故事不行 应该重新梳理 最后众人决定 把白人的豪车丢到某个沟里 但是两具尸体该怎么处理呢 劫匪耗尽脑汁 只想到流算一个办法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哪有 老板甚至想到了肢解 或者是人肉叉烧包 黑妹赶紧否定他们的提议 并且让劫匪找到死者的手机和钱包 而手机里有大量旅游拍摄的相片 于是黑妹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用手机设置出男子外出旅游的假象 并且在社交状态上设置为外出 这样就能错开死者的遇难时间 等到她被人发现的时候 最少要两周以后 黑妹的一番操作惊呆了众人 没想到女人狠起来 男的真要靠边站 于是几人开始准备行动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警察竟然醒了过来 原来她受的并不是致命伤 她听到众人的谈话之后 决定展开报复 于是她偷偷拨打了父亲杰克的电话 不仅告诉了她自己的遭遇 还说出了那张价值1.56亿美元彩票的事情 几人正忙着处理白人的尸体 完全没意识到 危险正在靠近 最后他们决定让小黑开走车子 但是黑妹必须留下 并且在车上放了一部开着免提的手机 他们会一直监听小黑的动作 老板则是开始删除店里的监控 众人都已经开始畅想拿到奖金后的幸福生活 说到兴起的时候 杰斐甚至想要提前喝酒庆祝 可就在她去店里拿啤酒的时候 已经有人拿枪对准了她的脑袋 而店里的老板也拿起了锤子 原来她并没有放松警惕 她始终认为这个劫匪不太靠谱 可就在她准备向劫匪动手的时候 两个手持喷嚼的人冲进了商店 他们见人就拍枪 老板直接领了合法 反应过来的劫匪赶紧死 但是却被门外的人拘杀 杰克成功地救出儿子 并且让队友带她离开 随后她发现了黑妹 黑妹的头上竟然套上了塑料 像是已经被杀死的样子 杰克狠狠地踩住她的手 发现黑妹并没有反应 正打算对黑妹的肚子吓唬 这时却听到有人说话 原来是电话那头的小黑 他听到这里传出了枪声 担心黑妹遭遇不测 杰克直接砸碎了手机 通话就此中断 小黑也来不及多想 赶紧向商店跑去 杰克此时也放松了警惕 正打算吃点水杰克 结果 黑妹就这样完成了手杀 他从杰克的口袋里拿出对奖机 并且开始和对方谈判 黑妹再次编出一个故事 希望能和门外的人评分奖金 但是艺人明显非常不满 他再次溜进商店 准备击杀黑妹 躲在暗处的黑妹看得一清二楚 他准备掀下守围墙的时候 却发现手枪已经没有了子弹 眼看自己就要被发现 黑妹决定主动出击 黑妹反手插向光头的脖子 黑妹就此完成了双杀 此时的黑妹已经精疲力尽 真的很难再完成三杀 他突然看到房顶的消防警报 为了保住性命 他赶紧拿出火台的房子 然后赶紧找到劫匪的尸体 拿出彩票 可下意呢 肚子上就多了一个骷髅 正是失去父亲的警察 而此时被控制的小黑跑不出来 他跪求警察放过妻子 车里最后的队友也跟了过来 他劝警察放下手枪 可是下一年 警察就一起去领了盒饭 事已至此 所有的知情人只剩下他们三个 黑妹赶紧求饶 声称自己已经报警 男人心里清楚 时间已经来不及毁尸灭尽 最后他放过了二人 警察和下午作语 几天之后 男人上了新闻头条 由于他英勇救人 中奖的女人给了他 七千八百万美元作为回报 男人谦虚地解释自己并不是英雄 他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情 黑妹也成功地生下了孩子 B家三口开始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个被小黑遗弃的白人豪车 已经被人发现 都是声带哉 讨言 讨厌